大家好,我是廖教練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球拍來剪球 初學與球的朋友們 常常在球場上會發現一些資深的球友 用球拍剪球這個帥氣的動作 其實用球拍剪球不僅是架式好看而已 也可以省去蹲下剪球的力氣 對於一般球友來講 這是一個相當實用的技巧 用球拍剪球的第一個步驟 是將球拍貼近球的側邊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球拍的中心軸與地面角度可以小一點 45度或是更小一點都沒有關係 剪球的時候一定要保持 球與球拍僅靠一起的狀態 手腕發力,順勢將球撈起 起球時的發力應該是短而巧 就像是我們在煎蛋的時候 鍋鏟突然發力又收力的一種運用方式 因為起球是一個向左側發力的動作 所以起球後 要繼續向右微微翻轉拍面 直到底消了球向左側飛出的力量 才將拍面朝上放平 廖教練要提醒大家 用球拍剪球一定要一鼓作氣的完成 否則球很容易活蹦亂跳 另外一種帥氣的剪球方式 是在空中接球 空中接球其實沒有什麼竅門 只是在拍面與球頭接觸的瞬間 順著球的飛行軌跡 將力量順勢卸掉 同時調整拍面的角度 穩穩地把球捧在拍面上 事實上就是一種對球的控制力與手感 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球拍與地面的角度因為45度或更低 撿球時一定要保持球與拍緊靠在一起的狀態 起球時的發力動作應該短而巧 起球的動作要一鼓作氣完成 不可停頓